今天呢来给大家分享几个拍摄城市夜景的小秘诀 当我们拍摄夜景的时候 想要用小一点的ISO来减少噪点的产生 那么无论是使用什么样的光圈 实际上快门速度都会降到一秒以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使用三角架来提高稳定性 拍摄城市夜景我真的是不太推荐大家去手持拍摄呀 如果咱们想要更高的花质 那么尽量不要用手持去拍摄了 看我现在用的是ISO100光圈F8 快门呢降到了两秒钟 还这边帝国大厦的时候呢 是1.6秒 我应该还开着基村防走呢 我把它关闭 打开一个它的两秒自拍快门 有那么一点点虚 那我就把ISO稍微提高点让它的快门速度也太慢了 好 这回就轻住了 这个三角架的稳定性实际上是有两点 一个是云台的稳定性 还有一个就是三角架腿的稳定性 如果您的这个相机镜头放在这个云台上 它是向下倾斜的 那么就说明这个镜头太重了 相机机身和镜头加在一起的重量超出了这个云台的承重 那如果把手放在这个三角架腿上 您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腿是在震动的 那么就是这个腿不稳定 可能周围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可以选择降低三角架来增加它的稳定性 虽然城市夜景整晚都可以去拍 但是最好的时机其实还是在蓝光时段 当天空开始有那么一点泛蓝的时候 也是大概是日落之后20分钟左右 那么这个时间段呢 就是咱们拍摄城市夜景的最佳时机了 再晚一点呢 其实也是可以拍的 只不过天空的颜色就不会像蓝光时段那么蓝的透亮了 所以如果您看到一个城市夜景作品非常好看的话 那么百分百它是在蓝光时段拍摄的 而不是在深夜的时候去拍摄 天空的那种蓝色是在后期无法被模拟的 现在这个天就不会是蓝光时段那种湛蓝的那种 特蓝的那种天 这有点深蓝色 夜晚嘛其实挺黑的 又加上这些人造光源特别的捣乱 所以在相机的自动对焦功能上呢 就有可能会出现对不准的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我发现它已经对不准了 尤其是越到晚上它就越对不准 那如果一旦发现对不准的情况下呢 我就会切换到手动对焦模式 然后放大一定要记得放大去看对焦点 看那个细节有没有对上 反复的转那个对焦环 夜晚对焦确实挺困难 所以要放大仔细看 然后先拍一张试试 放大再看 哇哦 我都看到什么意义上的人了 目测是对焦没有问题的 咱们这个相机不一定每一台都能够在夜里边 特别准确的自动对焦 所以咱也别跟它杠上 不好使的话 咱就切到手动对焦 自己来完成 不要完全的把这种事儿交给相机去做 城市风光的照片特别是夜景 其实要比自然风光还难拍 我认为 因为它有非常多的人造光源 这些光源特别的亮 可能有的时候阴影和最亮的地方相差 五档左右 所以当我们在拍摄城市夜景的时候 最难的一个难点 就是平衡这些人造光源 那么如果我们很幸运的 在日落后蓝光时段 就开始拍摄夜景的照片了 那么很有可能咱们报一张就够了 但如果再晚一点呢 比如说今天下班晚了 出门一看也天都黑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最好使用包围曝光 我认为最少要报两张吧 就是一张正常的 还有一张呢就是保留人造光源的这个高光部分 看一下刚才这张 觉得曝光可能 还是需要再稍微的降低一点 我发现这个相机呢是需要打开自动包围曝光 然后要设置头两秒自拍快门 它才会自动的拍摄三张 如果就是普通的这个快门的话呢 它就拍一张 然后需要按三下才行 现在它就自动拍三张 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我是比较喜欢用这个自动的包围 就是一下自己报三张 反正曝光的这个部署我已经设好了嘛 看一下我设的这个 上下各一档 关于包围曝光的前后期教程呢 之前我在频道里边发过几期 在城市行者的系列课程当中呢 也有如何使用自动和手动包围曝光 前期拍摄和后期的方式方法 欢迎大家收看 在拍摄夜景的时候 有一种滤镜 咱们要小心使用 那就是UV滤镜 因为有的不好的UV滤镜 它会产生一个小晕光 小鬼影 如果您发现在这个镜头里边 出现一个很奇怪的小光斑 那么十六八九 就是这个UV镜的问题 赶紧把它给摘了 咱们就裸着拍 保证没问题 那么当然有一些镜头 本身它的光学质量不是很好 也会产生这种小鬼影 也说不定 还有一种滤镜呢 是我们在拍摄夜景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的 那就是这个抗光害的滤镜 之前我也有视频用过这个滤镜 大家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它的作用呢 主要是去除这个环境当中的黄光 如果这个照片拍出来比较的黄 那用了这个滤镜之后呢 它出来之后呢 这个就回归到一个 它本来应该发蓝的这样的一个夜景的效果了 在拍夜景的时候 其实用不太上什么星芒镜 那个我觉得效果反而有点太夸张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路灯的这个星芒啊 只要咱们把这个光圈稍微的降低一点 它这个星芒就会越来越明显 那通常比如说放到16的14的时候呢 其实就蛮好看的了 看这个星芒 我刚才这个笔 要更明显了 是不是这个刺 刚才是光圈F11的 现在呢是光圈F14 我认为14的要更好看 有一些镜头它会特殊的设计过 那个镜头的星芒就会特别的好看 所以如果您特别喜欢这种星芒的话 不如去找一找那种星芒漂亮的镜头 广角镜头 掌握了以上几个拍摄城市夜景的小技巧 相信下一次您的这个拍摄一定会更顺利的 千万别偷懒哦 祝大家都能够成功出片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利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秋天的尾巴 冬天的开始 是拍摄城市夜景的最好的时间 因为这个时间段 夜景不会特别的晚 夏天可能要90点钟才能拍到夜景 而这个时间段 五六点咱们就可以拍夜景了 爽不爽 幸福不幸福 还不赶紧行动起来 我赶紧行动起来 我赶紧行动起来 我是艾利 对